备好一个温度湿度稳定、均匀、孵化效果好的孵化箱是搞好孵化的基本条件 同时,孵化期间的管理工作也绝不能忽视 第一,要有专人昼夜值班,认真观察温湿度等是否正常 并按时做好翻担、晾担、出锄等工作 第二,以电热为能源的孵化箱,要保证电的供应 最好自备小型发电机,有备无患